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问 这狗粮比人吃的馒头还贵 当时就让你不要养狗 花的不还是小远的钱 狗粮是我出去兼职买的 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念叨 没说什么 去厨房里盛鸡汤 秦香莲把我从厨房里推出来 你先去坐着 我来盛汤 望着摆在面前的碗 我总觉得鸡汤好像比在锅里 更浑浊了一些 但秦香莲一直在催我 我只好端起来喝了一口 没有想象中的香味 又苦又涩的味道直冲头顶 我呸了声 把喝下去的汤全土出来说道 妈 你是不是在汤里面放了什么 秦香莲看了我和何远一眼 笑得神神秘秘说道 我专门托村里人带回来的 人家说了 只要能吃这个 一定能生儿子 我皱眉说道 妈 生男生女是决定不了的 婆婆瞥了我一眼说道 怎么决定不了 这香灰可灵验了 赶紧喝下去 秦香莲说着 端起鸡汤送到我嘴边 看她的架势 似乎想直接灌进去 我下意识伸手挡了一下 碗落在地上 摔成无数碎片 秦香莲立刻开始大骂 老天爷 我造了什么孽呀 怎么摊上这么个儿媳妇 沉默已久的何远不耐烦开口说 行了吗 她不是故意的 婆婆还是不依不饶地吼道 她怎么不是故意的 尖锐的声音刺得我头疼 我没像平时一样道歉 而是转身进了卧室 我跟何远是在大一时认识的 但做事比较靠谱 对我也不错 我们的恋爱持续了四年 大学毕业后领了结婚证 只是婚后生活 没有我想象中的美好 我们跟婆婆住在一起 第一年的时候两人都忙着工作 婆婆身体不好 在因为高血压住院后 何远找到我 说我们之间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家里 放弃工作的那个人是我 当时何远抱着我 说会好好工作 以后绝对不会让我受委屈 房间隔音效果一般 就算关上门 还是能听到秦相连的抱怨声 你说说她 又不用她挣钱 在家多享福了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 现在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把这样的取回来 有什么用 怪不得当初不敢要彩礼 还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我攥紧拳头 当初何远说自己家里穷 没有钱 我就没要彩礼 收的份子钱也给了他们家 想到秦相连之前说的那句话 我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那里一片平坦 不知道何远说了什么 秦相连的声音小下去 在外面恢复平静时 何远才推门进来 他手上还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 不用问也知道 是专门给我调理身体的中药 我不知道喝了多少 但是今天看着这个 我突然觉得反胃 老公安慰我说 老婆 别生气了 我妈这个人没文化 来 趁热把药喝了 我不太高兴 以前我跟秦相连吵架 他还会哄哄我 现在也变得敷衍了 我问他 何远 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立马答道 我当然跟你站在一起了 我接过喝圆手中的药 捏着鼻子 一口气喝完 只要他心里有我 愿意站在我这边 那就足够了 香辉事件后 秦相连反常地没再提起生孩子的事情 只是出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我觉得不对劲 要知道他现在最大的梦想 就是抱孙子 果然在吃早饭时 秦相连提起了小区的一户人家 说是去医院检查 结果发现生不了孩子 他装模作样地叹气 说那户人家太可惜了 生不出孩子就是对不起祖宗 然后话锋一转说道 要不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看医生怎么说 秦相连说这句话时 眼睛是看着我的 很显然 他觉得自己的儿子不会有问题 生不出孩子 都是因为我 我听着烦 想起前段时间何远说的话 强忍着没开口 在桌子下踢了何远一脚 何远放下筷子说 妈 我们早就检查过了 没有问题 一年前 秦相连催了我们去检查一次 那时候就跟他说一切正常 没想到他还是不信 那 真的都没问题呀 秦相连兴兴的 那双眼睛又不死心地往我这里转 小声嘀咕着说 就没有报告吗 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握着筷子的手一紧 平静地摇摇头说 有问题的才给报告 正常的还给报告干嘛 在秦相连看来 这种检查也不光彩 没再继续问 只是起身去阳台打了个电话 出来时满脸喜色 何远吃完饭就去公司加班 我下去买生活用品时 秦相连跟上了我说道 走 跟妈去一个地方 秦相连说的地方 就是小区附近一个 摆着算命木牌的小摊子 她拽着我走过去 递给大师两百块钱 一边把我往前推 一边说道 大师我问过了 儿子和儿媳妇一切正常 你快点帮我看看为什么没有孩子 所谓的大师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老奶奶 她掀起眼皮 看了我一眼 让我做静点 枯瘦的手指在纸上滑了几下 苍老的嗓音传来一句话 是你儿媳妇的原因 她说完这句话后 又看了秦相连一眼 说什么天机不可泄露 秦相连又递过去两百块钱说道 大师 请你务必帮帮我 我赶紧拦住她说 妈 这都是封建迷信 秦相连不耐烦地甩开我的手说 行了行了 你赶紧去超市里买东西 看我死活不愿意走 秦相连把手里的钱收回来说 我不算了 你赶紧去 一会儿打折的洗衣粉卖完了 看秦相连有要从摊子上离开的架势 我才放下心 小跑着去超市买东西 买好东西 我又去发传单 等到我发完手里的最后一张传单时 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 电话里说 你是不是有一只叫点点的狗 我瞬间警惕起来问 你是谁 电话里又说 点点走丢了 在世纪公园门口 你抓紧时间过来 只说完这句 那人就挂断了电话 我最开始以为他是骗子 点点虽然是成年的金毛犬 但是不喜欢出门 平时都是待在家里 不会乱跑 直到那人发来了点点的图片 照片上点点脏兮兮的 眼神可怜的不行 我赶紧打车过去 一下出租车 就看到了趴在地上的点点 我把兼职赚的钱 都给了捡到点点的女生 然后带着点点去宠物医院 点点是流浪狗 刚结婚那孩阵 我上班回家被人尾随 是点点从黑暗里冲出来 把那人吓走 三年了 他也算是我的家人了 还好点点只是脏了点 没有受伤 他们给点点洗澡时 我给秦香莲打了个电话 他语气平淡 说点点自己跑出去了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我不相信 带着点点回到小区后 去物业查了监控 监控里 点点是被人牵出去的 他不愿意走 那个人就用棍子打他 而那个人 那就是秦香莲 从物业办公室出来后 秦香莲正坐在长椅上跟人聊天 他应该很高兴 嗓门扯得大 就算离得远也能听到他说 我找大师问过了 就是那只狗影响的 真晦气 要不我早就抱上孙子了 要我说呀 说不定我儿媳妇就是知道自己生不了 所以故意养狗 我已经把狗扔了 要是他再生不了 我就让小远跟他离婚 大概是觉得这样不好 其他人没开口附和 我走过去说道 妈 你以后不许扔掉点点 在秦香莲开口之前 我又说 说不定换个婆婆 就有孩子愿意来我们家了呢 秦香莲被我气得脸色发白 一下坐在地上 一边哭 一边说自己命苦 我没管他 带着点点回去 不知道秦香莲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只听到他骂骂咧咧的在厨房做饭 点点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滴落 乖乖坐在旁边 伸出舌田我的手指 我摸摸他的脑袋 出去给他拿狗粮食 才发现何远已经回来了 他们母子俩有说有笑地坐在桌前 我看着这一幕 心中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 或许我一直都是外人 等何远来到卧室 我已经哭了很久了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把抽纸扔到我身边说 别哭了 我都听我妈说了 你今天可没吃亏 我擦擦眼泪说道 什么叫没吃亏 你知不知道 他今天要把点点扔掉 如果不是我给点点带了姓名牌 何远打断我说 行了 这不是没丢吗 我生气地问他 你有没有心啊 何远 点点是我们一起收养的流浪狗 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 何远放缓了语气说 我没有不担心 但是老婆 我觉得大师说的也有道理 要不我们先把点点送出去 等有孩子了再接回来 我坚持说 不行 这种事跟宠物又没有关系 何远冷淡地点点头说 行吧 那就不送 我过几天要出差 我接着说 阿远 这个月生活费没了 你能再给我转点吗 现在菜和油都涨价了 水电费也贵 买东西花的钱比以前多了 何远不耐烦地说道 一个月两千还不够你花的呀 也不知道都买了什么 行了 给你转过去了 我看着他不耐烦的神情 最终什么都没说 过了差不多一周 谁都没再提起那天的事情 我的生活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 秦湘连没再去找那些 奇奇怪怪的催生方法 大对数时间都在小区里闲聊 何远拿下了副总的职位 虽然是小公司 但是经常加班 回来时身上总带着酒位 我以为这些是生活越来越好的征兆 但仔细想想 很多事情在这时候就已经显出端倪 只是我太迟钝 没有发现 这天 我给何远洗衣服时 在他的外套里 发现了一支没拆封的口红 包装很精致 一看就是送人的礼物 我顿时又惊又喜 从结婚到现在 何远几乎没送过我礼物 而我 从不上班后 就没用过这些化妆品 我拿起口红 正准备试一下颜色时 被何远夺走 别乱动 这不是给你买的 是送给合作伙伴的礼物 我有点委屈地说 我还以为是送给我的 何远看了我一眼说 送给你干嘛 你一个家庭主妇 用什么口红 他或许只是开玩笑 我却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 因为经常打扫卫生做饭 又舍不得买护肤品 我的皮肤粗糙了很多 而何远他升职之后 气质变得更好 有时候跟他走在一起 我都感觉自卑 于是我忍不住说 你能给我转钱吗 我想买套护肤品 而他却说 大宝不是也能用吗 花着冤枉钱干什么 在我准备反驳时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我去开门 站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你好 请问找谁 在我看她的同时 她也在打量我 你好 我叫姚月 还有 我怀孕了 你老公的肿 一瞬间 我的脑海里空白一片 秦香莲把我推开 小心地扶住 站在门口的女人 脸上的笑 近乎讨好地说 小月 你怎么来了 外面天热 我们进来说话 我难以置信地 看着这一幕问道 妈 你早就知道了 婆婆嘲讽道 我们家三代单船 你不能升赶紧让位置 我以为这又是 秦香莲想出的催生手段 比如花钱雇一个孕妇来演戏 但何远的反应 让我心中最后一丝庆幸也没了 看到突然出现的女人 她的视线不是茫然 而是闪躲 我生气地问道 阿远 这不是真的对不对 何远视线闪躲了一下 被姚月推了一把 才抬起头看我 只说了三个字 对不起 我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流出 心如刀脚 为什么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们结婚才三年啊 你当时说过会好好对我的 是 我是这么说过 但是 哪个男人不想 有自己的儿子啊 总不能因为你不能生 就让我成为 何家的罪人吧 姚月看了我一眼 就一开视线 她虽然怀孕了 但打扮得体 处处透露着都市利人的气质 我身上还系着围裙 都是油烟的味道 为了省钱 长时间不打理的头发 已经失去光泽 鲜明的对比 让我涌起复杂的情绪 何远好像要说点什么 我推开了她 浑浑噩噩地往外走 外面再下雨 冰凉的雨水落在身上时 我突然意识到 自己无处可去 当年 我以为何远靠得住 以为自己和所有婚姻狼狈收场的人不一样 远嫁时 义无反顾 但回头看看 三年感情 跟为了狗没什么区别 点点跟在我身后 发出焦急的汪汪声 在失去意识前 我看到了闺蜜的来电 再醒来时 我已经躺在医院了 闺蜜眼睛红红地坐在床边 看到我醒来后 才松了一口气 边擦眼泪边问我 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遇到问题了 我故作坚强地说 我没事 你怎么会在这里 闺蜜说道 我来你这里出差 本来想制造惊喜的 没想到成惊吓了 我接着问 那点点呢 闺蜜说 我把点点送到宠物店寄养了 你别想这么多 好好休息 我看着闺蜜担忧的脸 又想到了妈妈 远嫁之后 我们之间的联络就很少 如果让她知道 何远的事情 说不定会骂我 说我自讨苦吃 闺蜜没注意到我的诗神 她给我切了个苹果 然后问 何远是不是出差了 我给她打电话 一直没有人接 我想了想 最终还是决定 把何远的事情告诉她 听完后 闺蜜气愤地说 当初求婚时说得好听 现在暴露真面目了 你不要害怕 我现在就找人揍她一顿 我赶紧劝住了闺蜜 下午去医院办了出院手续 闺蜜问我 你出院干嘛 不在医院里好好休息 我坚定地说 我要回去 闺蜜看着我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说 甜甜 你听我说 何远那人不值得 你回去干嘛 我冷笑一声说 别担心 我是回去跟她离婚的 顺便让他们付出点代价 只是过了两天的时间而已 他们没有换锁 我用手上的钥匙打开了门 一家三口正在吃饭 我的到来 打破了温馨和谐的场景 秦香莲反应最大 立刻放下碗 挡在摇跃身前 眼神不善地盯着我说 你回来干什么 我淡淡说道 为什么不回来 房产证上也有我的名字 姚跃碰的一下放下碗说道 何远 你跟你妈什么意思 不是说已经离婚了吗 我告诉你 赶紧离婚 要不然我就去把孩子打了 姚跃把桌上的碗筷全砸了 然后生气地要往外面走 孩子就是秦香莲的命根 她一听到这话 什么心思都没了 也顾不上我 做小福低地跟在姚跃后面说 小跃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跟她离婚的 确定他们已经离开后 何远转头看我说 这件事算我做得不对 我对你还是有点愧疚的 我可以给你一点补偿 我说 好啊 你是过错方 财产分割上应该我拿大头 房子和一半存款都得归我 何远用力拍着桌子 被我气得不行 心口急促起伏 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说 你在胡说什么 这几年都是我在工作 要不是我养你 你早就饿死了 还财产 我告诉你 家里的钱都是我的 我冷冷地说 这几年 我确实没有工作 但是何远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求我不要工作的 他好像被戳到了痛点 抬起头就要打我 我早有预料 往他脸上喷自制的防狼喷雾 果然 男人的话跟狗叫没什么两样 什么愧疚 一旦牵扯到自己的利益 还不是原形毕露 何远捂着脸 过了很久才缓过来 正巧秦湘莲又打电话过来 说姚月还在生气 要他赶紧去哄 他走之前还瞪着我 最后撂下一句走着瞧 我反锁上门 在屋子里找存折 除了每月给我两千生活费 然后还八千的房贷 何远剩下的那点工资 都交给秦湘莲 但看着存折上的钱合计账本 我才知道 何远每个月的工资已经有三万了 我忽然想起自己顶着太阳 在商场打扫卫生 还得赶回家洗衣服做饭 像个连轴转的陀螺 还是为了减轻何远的负担 忍不住鼻子一酸 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可笑过 我一夜没睡 盯着存折想计策 天刚亮 秦湘莲就回来了 我以为是来谈离婚的 仔细一看 发现身后还跟着两个人 我认出来那两人是谁 心里觉得好笑 秦湘莲大概是从何远那里知道 我想要大部分财产 专门把自己妹妹和侄子搬过来当救兵 秦湘花趾高气扬的 一上来就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一遍 摆足了长辈架子说道 我是何远的小姨 也能说你几句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你自己生不出来孩子 现在小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地离婚 还想要什么财产 结婚三年 你生不出来孩子 我们还要找你赔偿呢 我左耳进 右耳出 不管她说什么 我就点头 在秦湘花以为说服我 满意地喝了口茶时 我关切地问她 小姨 听说我姨父最近 跟村里一个寡妇不清不楚的 还藏私房钱给人买金戒指 你也得管管啊 毕竟结婚的时候 她连身衣服都不给你买 现在怎么能让她给别人花钱呢 对了表弟 你还没找到媳妇吧 听说你上次想借钱盖房子 我婆婆说没钱 这怎么会呢 我刚刚看存折 还有六十万呢 她应该是想锻炼你一下 故意不借的 秦湘花的脸清白一片 嘴唇哆嗦着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秦湘脸坐不住了 急得直跺脚 你胡说什么 我对秦湘花笑笑说道 我婆婆也挺关心你们的 到底是姐妹情深 这些事情每天起码要说个五六遍 她们两姐妹彻底撕破脸 一路吵着出去 把几十年前的旧账全抖落出来 连秦湘脸去别人地里拔葱 被追着骂这种小事也放过 秦湘脸估计要起风了 恨不得去挠秦湘花的脸 但是人高马大的侄子往那一立 她就不敢了 姐妹俩从门前吵到小区门口 一路上引了不少看笑话的人 平日里秦湘脸最喜欢跟人聚在一起 看别人家的笑话 没想到今天自己也成了笑话 我没下去 听其他人说 最后秦湘脸披头散发地离开了小区 当晚 何远就打电话来骂我 你知道我妈养我有多不容易吗 你不孝敬就算了 还让她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何远经常这么说 我以前都是沉默 这次不一样了 我直接敲回去说 她不容易跟我有什么关系 养你的时候就不容易 现在还不容易 那只能说明你是个没用的废物 我说完这句就挂断了电话 何远和秦湘脸 始终不同意我提出的离婚条件 我也不着急 在房子里悠哉悠哉地住了两个月 期间秦湘脸打了不少电话骂我 在她让我死了要钱 要房子的这条心时 我冷冷一笑说 我有什么死不死心的 我只知道 再不离婚的话 姚月说不定 就去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 你到时候 就只能给你素未谋面的大孙子烧香了 秦湘脸一句话说不出来 挂断了电话 当晚何远就跟我发消息了 说要跟我谈离婚的条件 她来找我的时候 头发凌乱 脸上还带着好几道伤口 有的结佳了 有的一看就是新的 她开口说道 一半存款可以给你 但是房子不行 我妈还有一套小房子 我们把那套给你 她说了个小区的名字 离我们这里有半小时的路程 又破又小 当时还有传言说会拆迁 但是十几年过去了 也没有任何拆迁的迹象 我简直哭笑不得 这几年 他们母子俩还真是跟房贼一样 防着我 不过也确实成功了 我接着说道 这样的话 存款要给我百分之八十 何远立刻拒绝说 不可能 我眼神一冷说道 那就去给你儿子上香吧 他顿了几秒 咬牙答应 我在心里冷笑 在母子俩还真是想儿子想疯了 在何远签好离婚协议 把房子和六十万元存款 都过户到我名下后 我们去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 从民政局走出来后 我望着蓝蓝的天 觉得松了一口气 我终于为曾经的错误 画上了句号 在我快要离开时 何远叫住我 语气里竟然还带着几分劝慰说 我妈说你不能生孩子 以后要是有人不介意这一点 你就跟他结婚吧 我转身 直接给了他两巴掌 揍过人后 我神清气爽地去了何远的公司 把他出轨的证据交给了老板 他们公司正在跟进一个 跟女性有关的品牌 何远所做的事情 无疑是在打公司的脸 如果真的传到网上 不知道要给公司带来多少损失 何远很快被开除 秦香莲给的房子的确很旧 但是也能住人 我花了两天收拾 然后把点点从寄养的宠物店里 接出来 小区附近有繁华的商场 我在里面盘下来 一个铺子卖甜品 大概是商场人流量大 甜品店生意很好 曾经住在一个小区的人 也经常来买 从他们口中 我知道了何远的近况 虽然被开除 但他出轨这件事 传播的范围有限 他又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只不过工资不高 姚跃也不是省油的灯 经常跟何远吵架 有时候心情不好 还把秦香莲赶出去 但是秦香莲丝毫不生气 每天乐呵呵地 在小区转悠 逢人就说自己 终于要有大孙子了 我听了几句 就不怎么在意了 倒不是觉得他们晦气 只是甜品店生意太好 我忙着赚钱 根本分不出精力 在别的事情上 这一天 我准备关店时 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秦香莲打来的 他假惺惺地说 下星期二 我孙子伴满月酒 你也一起来吧 好歹也沾沾喜气 说不定就能生孩子 也有人愿意要了 我轻笑一声 平静地说了句好 不知不觉 已经熬过了最寒冷的冬天 到了温暖的春天 我换上一件米白色的大衣 化了淡妆 如墨的肠发散下来 发尾卷起的弧度刚刚好 镜子里的人眉眼漂亮 透着蓬勃的生命力 跟以前沾满油烟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何远和秦香莲一时没认出我 秦香莲看着我手上的包 突然问了句 你那个蛋糕店 是不是挺赚钱的 我没说话 找了个位子坐下 不知道秦香莲哪根筋搭错了 坐在我身边 小声地说 妈其实还是觉得你好 又能赚钱 又会照顾人 脸皮真厚 都离婚这么久了 她还好意思说这样的话 接着她又说道 小月太会花钱了 非要去什么月子中心 你说女人生孩子 不就是一下的事情吗 干嘛要我懒得听下去 立马打断她 从包里掏出一张疊好的报告说 你之前不是要生育能力的检查报告吗 我现在拿过来了 秦香莲一愣 问我道 看这个干什么 我淡淡地说道 是你儿子的 还是看一下吧 秦香莲认识几个字 但是看不懂一长串数据 最后视线 落在结论那一行大字上 无生育能力 我看着她茫然的表情 体贴解释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你儿子生不了 这个结果 我在两年前就知道了 那时候我们在备孕 但是很多次都没有成功 秦香莲画里画外 都觉得是我的原因 逼着我们去医院做了检查 出结果那天 何远公司有事 于是是我一个人去 拿回来的 看到结果的瞬间 我也懵了 我知道何远是一个 自尊心很强的人 他接受不了问题 出在他身上 但我想不到 可以解决的办法 再三思考下 我撕掉了报告 说我们俩都没有问题 我看着何远脸色惨白 秦香莲捂着嘴 倒在地上 我已经看到 想看的东西了 提起包说 我先回去了 听那天去参加 满月酒的人说 秦香莲不知道 怎么回事 跟风了一样 竟然打了姚月 还把她从床上拽下来 姚月的娘家 也不是好惹的 光几个弟弟 就把秦香莲置住了 连带着何远 也被揍了一顿 但是不管怎么样 秦香莲就是不肯说自己 为什么要动手 他们一家在小区的口碑 本来就不好 现在又出了这种事 秦香莲几乎不出门了 我听了后只觉得他们活该 然后把这件事抛到脑后 继续忙甜品店的事情 来买蛋糕的人越来越多 我有时候忙不过来 也该招一个店员了 刚贴好招聘店员的广告时 我听到了门被推开的声音 我低着头说道 不好意思 现在不营业了 甜甜 回答我的是 一道异常沙哑的声音 仔细听还有几分熟悉 我抬起头 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河远 它远没有以前的光纤 衣服皱巴巴的 上面还有脏污的痕迹 不知道几天没换了 甜甜 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在白痴灯下 她的眼神格外可怜 我给她倒了杯水 河远端起水杯 手因为用力而颤抖 似乎是压抑情绪太久 她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 那不是我的孩子 我补充道 是你没有生育能力 她顿了顿 然后放下水杯 颓然地挠挠头发说 我妈觉得这是丢人 不让我说 但是我不想给别人养儿子 谁知道她更过分 那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一回来 她就抱着孩子跑了 还把我妈的金项链全拿走了 要在以前 我估计得心疼地安慰 但是现在 我平淡地坐在河远对面 心中没有任何波动 她没有你孝顺 对我妈一点都不好 我辛辛苦苦上班 她不会收拾家 也不知道帮我洗衣服 花钱也大手大脚的 我还要还房贷 工资根本就不够花 还好她走了 我也认清了自己的心 我早该知道的 我爱的人是你 何远猛然抬头 格外认真地看着我 眼底溢出泪水 甜甜 我爱你 我们和好吧 就在此时 外面又来了一个人影 是秦香莲 她大概一直在外面偷听 现在见了我 就开始说好话 孩子 以前是我误会了你 你再回来吧 你开店也累 小远也能帮你的忙 她似乎算准了 我会心软 都开始说复婚后的安排 这句话 就是明簧簧簧裸的算计 我忍不住笑出声 好像看到了世间 最为拙劣的表演 我冷笑一声说道 你们好像弄错了什么 我让何远近来 不是心疼 更不是旧情未了 我只是单纯地想看看 你们的笑话 终于把晦气的人赶走了 我关上店门 回家洗了个澡 然后带着点点下楼散步 小区虽然时间长 但是楼下空地还是很多的 点点正在地上 尽情玩耍时 我看到住在我隔壁的大爷 他满脸喜气 连走路的速度 都比平时快了不少 在他经过我身边时 我忍不住叫住他说 大爷 您走慢点 这里路灯不亮 大爷激动地说 咱小区要拆迁了 我这是高兴的 拆迁 听说这大爷就是坚持觉得 小区能拆迁 所以一直住在这里 我以为他晚上喝了酒 就没太在意 等点点完够了 带着他回去睡觉 第二天 是被物业大喇叭的声音吵醒的 喇叭里面喊道 本小区即将拆迁 请各位住户尽快找房子 配合工作人员登记房屋情况 我看着斑驳褪色的墙面 以为自己在做梦 下午工作人员就敲响了房门 他们看了我的房产证 晾完面积后很快出去了 我在客厅里半天回不过神 最后抱着点点的狗头 打电话给闺蜜 语气恍惚地说 亲爱的 我们好像要发财了 小区拆迁的消息传得很快 不少人心思活络起来 这其中就包括秦香莲母子 从小区里出去时 我实在没想到会这么快 见到他们 何远僵硬地站在一边 秦香莲则抓着小区住户的手 声泪俱下地倾诉着什么 他们周围站了很多人 从其他人投过来的视线里 我读出了谴责 瞬间就明白了秦香莲要干什么 一看到我 秦香莲立刻扑过来 抓住我的手说 好孩子 我以后给你洗衣服做饭 这毕竟是我的房子啊 你不能把我们母子俩赶出去啊 你不能生孩子 我也不怪你了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团团圆圆地过日子不好吗 我隐约想起有人告诉我 姚跃走的时候 不仅拿走了金项链 还哄秦香莲母子在房产证上 只写她一个人的名字 何远和秦香莲 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围观群众不明真相 大概真的以为我抢了房子 纷纷开始谴责我 我笑了笑 甩开她的手 开始播放录音 就是在商量离婚的那段时间里 她辱骂我的话 录音里面说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儿子出轨是她的本事 像你这样的 还找不到男人要呢 不少人的脸色瞬间变了 对着秦香莲指指点点 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 说自己第一次遇到 这么不要脸的母子俩 秦香莲不愿意走 我压低声音说道 你要是再不走的话 我就把你儿子不能生的事情 说出来 我猜的没有错 这件事始终是秦香莲的死穴 她脸颊顺时涨得通红 最后咬牙拽着何远走了 拆迁的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快 仅仅一个月时间 钱款就打到我的银行卡上了 秦香莲当初签了赠予合同 闺蜜找了好几个律师帮我看 里面没有任何可以钻的漏洞 这笔钱是我的 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甜品店的租约到期了 我婉拒了续约的邀请 已经可以熟练 做蛋糕的店员盘下了这个店 决定要回到家乡后 我给妈妈打了电话 自从远嫁 何远心疼机票前 秦香莲觉得我那里落后 我就再也没回过家 打通电话后 妈妈的声音比我想得要更惊喜 甜甜是要回家了吗 回家 只是这两个字就让我热烈盈眶 我忍着哽咽的声音说道 我跟何远离婚了妈妈 明天就可以到家了 回来好 回来了好 妈妈做你喜欢的汤圆 等你回来 我挂断电话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联系好宠物托运后 我也上了飞机 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太过复杂 有年少时义无反顾的真心 也有一腔真情被辜负的痛苦 还有清醒后的自爱与强大 他见证了我太多事情 在飞机起飞后 我在心里对生活了将近四年的城市说再见 久未谋面的故乡让我有些忐忑 但我相信 迎接我的一定会是一片光明 就算不是也没关系 因为我已经有了驱散黑暗的能力 那就是清醒 独立与自爱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如果画一样的原因要注意